那么有关这次意大利中部地震的更多消息 我们马上连线 正在此次地震的重灾区 阿玛特里窃市采访的本台记者李耀阳 你好耀阳 你好海峡 根据之前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阿玛特里窃市 是这次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地区 那据你了解 目前有关地震 你在现场了解到哪些最新的消息 还有现场你看到的情况 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 好的 现在受灾最严重的一个地区 其中一个就是阿玛特里窃 这里有多栋房屋坎塌 然后损毁是非常严重的 损毁非常严重 有一些甚至已经变成了瓦砾 有一些伤员被埋在瓦砾之下 这样的话给救援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 当地政府现在已经运进了一些重型的机器 组织救援 然后当地的居民也组织起了一些自救的这种情况 然后另外的一些居民如果没有受伤 然后从地震当中逃出来的 都已经一些是收拾下葬 然后准备离开这个地方 或者在公园等地方休息等待救助 大约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海峡 因为你在现场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你从现场带来的这些信息 那么据你了解这一次阿玛特里窃是受到这么严重的损毁 甚至他的市长都说这个城镇已经不存在了 之所以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跟他的这个镇源深度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呢 是的 因为这次本来就发生在灾区 然后他的镇源深度也比较浅 所以他的破坏力很强 而且呢这个时间发生在凌晨的三点三十六分左右 所以许多居民是觉得猝不及防的 然后也都来不及逃避 可以看到部分的房屋 它的结构可能会比别的房屋更加脆弱 所以他的这个房屋呢会坍塌 然而有一些房屋还是比较完整了到现在为止 我了解情况就是这样 另外你在意大利了解到 这里是一个多发地震的地区 是处在地震带上吗 是的 在2009年的时候 这里在离这里不远的阿奎拉就发生过一次6.3次地震 也是意大利历史上一次比较重要的一个地震 所以这次也引发了很多关注 刚才前面的报道也曾经提到说 今后几天可能这个镇区还会有发生余震的这种可能性 这里的救援人员表示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 所以现在的居民大部分还是留在他自己家的外面 也就是说有一些是有一些居民是在公园或者是在道路旁等待其他的救助 甚至有一些居民就趁这个时间又回到家里去取他的所需要的生活物品 然后又回到室外去等待 目前我得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是这场地震呢 给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7人了 那么耀阳据你了解 目前这个灾区受损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还有很多人被埋在废墟下 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有可能这个伤亡的数字会进一步的上升呢 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现在就我们刚才一进这个阿玛特里切市 这已经就有一栋特别大的房子坍塌了 成了一个瓦砾 然后里面一家的是三个人 所以政府已经组织了这些救援的力量去尽量地去帮助这些人 但我们都可以看到经常会有一个死亡的 新增的一个死亡的这样的案例 那这样的话家属在旁边存在 家属都非常的悲伤 现在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海峡 耀阳我知道你现在是刚刚到达这个镇区 对于当地的很多的情况还在继续的了解当中 那么能不能就你目前看到的 你一路上从这个你原来所在的城市到达这个阿玛特里切市 一路上走过来 通往镇区的这个道路状况现在是什么样的 除了这个阿玛特里切市 其他的周围的地区道路通行状况 以及像当地运送这种救援的物资啊 人员啊设备等等 这个工作有没有已经开始进行呢 是这样的 我们是从罗马往这个阿玛特里切赶往的 那在路上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由于这个阿玛特里切啊是一个山区 那它这里本来的道路呢就比较狭窄 然而呢我们到达差不多十公里的时候 我们就没办法按原定的这个路程去走了 所以我们只能是绕行改道到别的一个城镇 然后再绕到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说现在聚生前方还有一座桥梁是坍塌的 所以呢 它的这个救援的力量也是没办法从这里 直接到达的 他们也存在着很多的这个困难 但现在我们看来它的各方的力量 包括火警啊救护车啊 红十字会这些力量呢 基本上都已经到达了现场 嗯应该说救援工作 嗯应该说 居民也是展开了一个自救 它呢是帮助这些救援力量去 寻找这些埋藏在这个瓦砾之下的上员 嗯听了你刚才的介绍 应该说当地的这个救援工作开展的还是比较及时的 那我注意到你刚才也谈到 不排除当地呢会在近一段时间多发余震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是前往欧洲一个度假的一个好的时期哈 那么这样的一种余震多发的状况 呃对于我们有可能前往意大利去旅游或者是工作的 这个中国游客有没有什么建议 哦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个地方并不是中国游客的一个热门地区 它是在呃意大利中部的山区 然后对于意大利人来说这是一个旅游热点 因为这里是一个呃山区 意大利人喜欢去海边或者是去山上去度假 我们在路上就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意大利人 他是从呃其他地方来到啊呃这个阿玛特里切附近来居住来度假 因为8月是个度假的高峰期但是呢现在呃发生了地震以后他自己的这个房屋也是受损比较严重 最后呢他已经无法再继续度假下去了 所以他只能在今天或明天尽早的回到他的呃原来的家里去 非常感谢本台前方记者李奥阳啊给我们发来的非常详尽的这样一个报道 也期待你从前方给我们带来更多有关镇区的最新的消息 那么呃通过前方记者的介绍我们能够了解到目前通往这个镇区的道路状况并不是非常的乐观 而且呢一些人员是被埋压在废墟下面到目前有37人死亡 而且这个伤亡的人数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 救援和后续的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